哦 开始了 啊啊啊啊 不长时间 我们要就是声音 就不可以说话 对啊 电影好 北京 诶 杨明卓 你好 我是同公司的同事 我叫钟晋风 这什么东西 广告广告广告 肯定不是电影被骗了 我这次来呢 是要说一些肺腑之言 真情实感 他们的要求是要我把你给说哭 我累点很高啊 哦 节目组要搞事情 原来是走温情这一关 我们都知道 你一个人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孤苦无依 在外漂泊流浪 很不容易 每当夜里你都会暗自流气 耶 这我能哭出来吗 我和同公司的同事们 但是 大家 虽然每天都玩得很开心 但是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 我们都有在默默地给你加油 给你打气 所以 你一定不能放气啊 你要加油冲冲冲 冲冲冲冲冲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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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 不是浩宇的粉絲 是狗富貴的粉絲 大家好 天哪 我媽 这张是他大概 四个月左右时候的照片 言修从小就喜欢唱歌 直到今天站上舞台 其实他的努力跟蜕变跟成长 其实我都看在眼里 也真的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与欣慰 哥哥参加完以团之名之后 让我觉得他经过很多 然后也变成熟了许多 严修妈妈想告诉你的是 希望你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忘初衷 迟早你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我的妹妹好可爱哦 你妈怎么这么漂亮啊 你妈也好看你妹也好看 你怎么会这样子 对啊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他们想红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都还没有上电影院的萤幕 他们先上耶 但他们说的真的是蛮那个的 就是他们这种话 平时都不会跟我讲 因为从来不会听到爸妈讲这种话 你觉得很安心 你还有他们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只是希望下次我也可以上大萤幕 嗯 嗨亲爱的哥哥 好久没有跟你聊天谈心了 我妹妹 我就是你妹妹啊 哥哥我很想你哦 妈妈有一段话要跟你说 宝贝 我是妈妈 看到你摔倒受伤的视频 我的心都快睡了耶 没事了 你确定没事 妈妈知道你总是很贴心 抱歉不抱有 但是 我们看着实在好心疼 很想告诉你 我们是多么的爱你 更要告诉你 我们会一直默默的在你背后支持你 加油我的宝贝儿子 知道你很努力也很辛苦 但我们会一直支持着你哦 哥哥我爱你 其实长大之后就很少和妹妹还有家人 就是这么近距离的 就是真正见面的时候就 不敢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啊 我就说关心你什么的 哈啰 韦贝儿 看到可爱胖胖的我 有点像耶 有没有很感动 要哭了呢 你千万别哭哦 我不哭 有一些加油打气的话 要来告诉你 我们都是你的铁粉 每天我们都会记得给你打榜 还有剖光树哦 替你感到高兴 有一个这么棒的团体 看得出你很努力学习 请你继续加油 因为你努力过了 即使结果不如预期 也是美好的 妈妈相信你一定会发光发亮 很幸运能够拥有你这样子的孩子 瓦吉宝贝我们都爱你 有你真好 瓦吉宝贝 瓦吉 我们也爱你 就是我很早当初我妈妈很反对我就是去当就是训练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他觉得我还小年纪来小不该往外跑 应该待在家里多陪这样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很不听话 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做 你不可以逼我 然后就一个人这样拎着行李 然后背着包包 然后到海外去训练 然后训练了两年半多 然后因为我的外公身体非常不好 然后他很常跟我说 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陪伴我时间不久 然后其实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笨蛋 就说这种傻话 我觉得他可以推我很久 然后我们春节回去那一天 大概可能下午两三点才会到家 他早上十一点在门口等我 因为天气很冷 然后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在外面等我 他跟我说 因为我害怕 就是可能你回来的时候 我可能不在 就是说想要多陪陪我吧 觉得我好幸福 能够有拥有这样子的家庭 然后就像他们说的一样 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 浩连我是爸爸 浩连我是爸爸 听说乙团之名 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 那爸爸一定来再给你打气 加油 你团之名的节目 每一期我都有看 我看到你在节目当中的成长 进步 直到闪闪发光 尤其是龙泉的那段solo 当时爸爸都不敢相信 站在台上的那个人 是我儿子 你是那么的自信 那么的闪闪发光 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一路走来 我是看到你的努力 所以你有今天的进步 我觉得 你是我的骄傲 我很替你开心 加油 努力 我记得你一定可以的 最后 浩连爸爸要我跟你说 18岁的你 人生的舞台才刚刚开始 尽情地举享受吧 加油 张浩连 浩连哥哥加油加油 棒棒的 浩连哥哥加油 加油加油 好连加油努力 好连加油努力 加油努力啊 加油啊 好连加油啊 妈呀 好多小孩为你打气哦 就是我干妈 他们 就是他们的 还有儿子 除了爸爸妈妈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像家的就是他们 所以其实我也把他们当成家人 而且我是真的很想我妹妹说实话 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到家 然后就觉得 我妹妹就是开始有点不认识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生疏了 突然真的是完全不说话 和他就接触 他会避开你 然后就觉得 我不认识这个人 就感觉完全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做哥哥的真的很难受 当然我以前小时候 我也经历过可能逝去家人那样 我真的就觉得 我到底是不是给他有一个 会不会给他有一个因应 就是没有 没有哥哥的感觉 没有听好哥哥的责任 对 就我现在的爸爸 他是我季夫也好 他真的是做好了 他自己的那个责任 至少我也好想 像我爸爸那样 做好一个榜样 至少他的童年 是有哥哥的陪伴 而不是哥哥早就已经出去工作了 但是我看见他 每次看到我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看到我去实践我的梦想的时候 他那种崇拜的眼神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动力 就给我 你去做吧 你永远是我的哥哥 就引你为骄傲的那种感觉 所以心里不只是难受 但是也很安慰 就有家人在后面 就一直在支持我 其实也蛮感谢看到这个视频 就觉得自己 突然有家人在背后 为我支持 为我应援 我那个时候就会 心里面就很感动 也会很想他们吧 好可爱的弟弟 我们也知道你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啊 跳舞啊 你还记不记得在你超过9岁的时候看到了杰克星的跳舞的视频 那时候你问老爸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人你没告诉我呢 然后呢 你那两天天天天天天就蹲在定色集团 你这样上天之后呢你就觉得像模像样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你有这个兴趣 然后我跟外公还有你弟弟一起 为你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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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都很疼你耶 你为什么想对家人说的 其实我跟我爸从而零交流 就是觉得两个大人没有什么好谈的 他今天会跟我说这些话 真的是我活到现在19年第一次 大家可能不明白我哭什么 但是就是那种感觉不一样 你不知道吗 就平时都不会说话 然后所以其实我爸会说这些话让我很意外 挺好的 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孩子啊你好吗 宣哥的爸爸 有你可的照片 老爸在微博上了解到你的鞋盖成伤又浮浮了 这是你早年年五十落下的伤害 你老妈和外婆看着都心疼 现在好些了吗 好些了 老爸找到了当年你在爱中写出时的照片 看一看啊 哇 哇 这是多久 这是什么时候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 行啊 穿的是我妈妈的风衣 当年你就立志要登上更大的舞台 希望你带领弟弟们一起拼 更发光 哦 哦 他好温柔 别哭啊 大家看到那个第一次登台那照片 然后自从那次登完台以后 我就立下了志祥的目标 就是以后想在舞台上大显身手 嗯 所以这位是舞台 你要穿你妈妈的风衣 哈哈哈 我真的讨厌 好出气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流行黑客帝国 大家看过吗 我觉得黑色风衣特别帅 然后我妈说 老妈这儿真好又一件 哈哈哈 然后还有那个墙上那张海报 就是我们刚出道的时候 刚出道的时候 就第一张发行的海报 然后当时签完名就寄回家里面了 然后我爸第一天就去找了那个 表楼框挂在墙上面 我觉得你挺坚强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看了这样子视频 我肯定早都已经哭得不行了 他到他这个年纪 然后看到你现在还在这么长的路 一直在追梦 我都没有你就是追梦 这条路上坚持的时间久 你爸爸还在支持你 无条件地支持你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就是看宣哥爸爸的视频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爸爸 这种感觉 而且家里面的人永远是不会催你说 你去多赚钱啊 多出名啊或怎么样的 他们永远在意的说 你身体好不好 你吃没吃好睡没睡好 你跟大家关系处得怎么样 他们永远离不开这三个点 家人永远都是我们的避风港 我们都能够用我们实际的证明 让大家还有让家人们知道 我们都是希望为这个家 或是为这个团体争光的 我们都是最棒的